教育部说过每一个学校都是好学校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 有的时候家长他们要我帮忙 帮助他们为孩子争取可以进入某一所学校 我总是跟他们说我会尽量帮助你们 但是就算你进不了你首选的学校 在附近还是有很多好的学校的 再怎么样说呢 我自己是到海阁南校之后 去读丹荣加东公益中学 两个都是在我住家附近 我觉得我长大后表现还不错 可是他们的答案是 不是不是你是例外的 现在能够去对的学校非常的重要 所以该怎么办呢 因为终究新加坡人他们对自己 对这个学校的选择 有他们各自的偏爱以及考量 我们要说服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的就是 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地协助每一所学校 在新加坡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不管他们是就读那所学校 我们也将会加强改善所有学校的学习环境 还有基础设施 我们也会充分地利用技术来推动学习 重新设计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的科学实验室 还有学习的空间 我们也将确保每个学校都有良好恰当的环境 让教师可以工作 让学生能够学习相互的交流合作 有些学校呢 他们这个有比较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家庭的学生 或者是有比较多学习需要的学生 对这类型的学校 我们将提供更多的资源 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老师 还有教职人来支持他们 我们也将做得更多帮助这些学生 能够建立起人脉 以便对日后人生有帮助 而在同时呢 也有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他们是可以发展得更快的 我们也必须要应当要支持他们 并且可以激发他们发挥充分的潜力 在1984年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高材教育计划 简称为GEP来培养这些学生 我们累积了相当多有用的经验 同时呢 一路以来也做了更新 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就改变了中学的高材教育计划 我们不再只是统一的安排 而是授权学校 可以开发不同的课程项目 以便让更多能力较强的学生 可以受益 这个方面我们得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在小学上面我们还是继续地辨识 挑选学生进入九所小学的高材班 在经过40年之后 我想现在是我们要更新高材教育计划的时候了 因此我们将对目前小学高材教育计划做出更新 来培育高材生与能力较强的学生 我们也将会协助学校 可以辨识他们自己学校里能力较强的学生 这样的话将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可以获益 每个小学会有他们自己的课程 来激发这些学生的潜力 加强他们各自擅长或者是感兴趣的领域 这样的话学生可以继续在他们自己的小学就读 可以继续和他们熟悉的老师 还有朋友在一起 除了校内的活动 还有一些学生可以在特定科目上面进一步的拓展 他们可以在附近的学校参加课后的课程 能够跟其他的学生一起学习 还有互动 我刚才公路出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的一个大方向 而我们的陈振生部长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的细节